女大学生第一次与网友见面 便被迈到偏远山村 等她醒来便看到一个男人坐在床边 小家害怕地往后索 可男人却说 从今以后 我是你男人 小家明明记得 自己正在和网友一起喝酒 他连忙询问 可男人却说不认识什么网友 送他过来的是自己表妹 我买了你 从今以后 你是我媳妇 你买了我 小家一脸不可置信 他想跑却发现自己的衣服 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被脱掉了 小家站起身 却被男人死死拦住 他只能哭着哀求男人 求他放过自己 可阿狗却毫不心软 只给他流了一碗水便离开了房间 可不过一回 房间又进来一个老大娘 小家赶紧想他求救 可大娘却说他是自己 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 多少钱 三万 三千 小家立马说自己有钱 他可以给十万 五十万也行 只要能放自己走 可大娘却无动于衷 多少钱 都比不上我家阿狗有个媳妇 他都接待呢 小家觉得自己就要被逼疯了 可无论他如何恳求 两人都坚决不放小家走 白天的时候 小家朝窗外喊过救命 可从来都没有外人出现过 说明这里不是很偏僻 便是村村户主 身体里的迷药还没被完全排除 导致他整天昏昏沉沉 小家只能多喝水多休息 等身体恢复再想其他办法 这天他看到了 放在碗里的锋利勺子 小家当即便有了主意 他偷偷将勺子藏了起来 晚上趁两人都睡觉的时候 便悄悄用勺子 将窗户上的木棍挖出来 小家就这样白天吃东西睡觉 晚上挖木头 终于在一天夜里 他成功将一根棍子挖了出来 并且没过多久 小家就发现自己已经可以 把整个窗户框架都扯出来了 他毫不犹豫跳出窗户 但不幸的是刚跑没多远 便被发现 小家赶紧跑到别人的房子求救 可人家一听到说要打电话报警 便都将自己家的灯关上 他的动静太大 阿狗很快就发现了小家的身影 两人疯狂展开追逐 就在此时 小家看到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 那是他唯一的希望 可不等小家呼救 他便被阿狗抓住 带回柴房锁了起来 而等待小家的僵尸 更多飞圆的折磨 女大学生被网友拐到山村 他想逃跑却被锁链锁住 不仅每天遭受毒打 还要忍受男人的折磨 老太婆问儿子 打算如何驯服女人 阿狗却说只要打就行 村里的大老爷们都是这样做的 可老太婆却骂他笨 打傻了打疯了 谁来传宗接代 给自己养老送终 要求女人听话 只有早上我 当了妈就熟悉她知道吧 阿狗似懂非懂 但她觉得母亲一定是正确的 此后阿狗便日夜折磨小家 每过多久 她的肚子就渐渐大了起来 一生痛苦的尖叫过后 老太婆立马将孩子抱走 小家用力起身 想要把孩子抱在自己身边 却被脖子上的锁链 紧紧限制了行动 老太婆要她承认 自己是他们家的媳妇 就让她抱孩子 小家的反抗意志 早就被长时间的折磨消磨殆尽 她当即便答应了这个要求 可阿狗却怕小家出去以后乱跑 于是拿来烙铁 在她的脸上落下耻辱的印记 屈服过后 小家也算过了几年安生日子 孩子也在她的陪伴下长大 可丈夫渐渐不满意只有一个孩子 但无论两人如何努力 小家都没有怀伤 直到他们去了医院才知道 因为第一胎的生产环境太差 她的子宫已经萎缩病变 以后都不能再生孩子了 阿狗听到这不仅没有心疼 反而满眼满怨地看着小家 心里想着城里人就是娇气 这点折腾都受不住 阿狗的冷落让小家神情恍惚 一不注意孩子便掉进了水井 等他们把人捞出来时 已经没了气息 接受不了孩子离世的小家 整天疑神疑鬼 觉得哪里都是孩子的身影 甚至想要把别人家的小孩带回家 阿狗本就恼恨她害死孩子 再加上小家现在失去了生育能力 阿狗和老太婆对她更是嫌弃 他们立马商量着将小家卖了 再买一个女人过来 一风颠颠还生不了孩子 倒贴都不会有人样 更何况现在买一个新的黄花大闺女 最少也要花一万块钱 老太婆不肯花钱又想要个媳妇 于是便打起了感情牌 秀秀 阿狗也算你表哥 你可不能看你表哥绝户不管哪 女人坚决要一万块钱 最后更是直接告诉老太婆 筹到钱的时候再来找她 几人没发现 他们的话都被小家听到 可她不仅没有大吵大闹 反而说 阿狗要是个没的女人生了孩子 我可不可以当孩子的娘 娘 快醒醒 丈夫听到动静推门进来 却看到妻子正在行凶 可没等她反应过来 便被一斧头砍倒在地 就连上门说亲的表妹 也被拉进屋子里砍倒 一家三口就这样被全部解决 究竟是怎样的仇怨 竟能让一个女人下这样的狠手 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小家被拐卖到山村后 被迫生下孩子 可没过两年 孩子便掉进锦里逆亡 接受不了真相的小家 变得疯疯癫癫 阿狗想要买个新媳妇 她不仅不阻止 反而说可以帮忙 只要在孩子出生后 让自己当娘就行 于是小家便开始在网上聊天 一开始也不顺利 有两个女孩看到她脸上的印记后 都意识到不对并成功逃脱 直到小家遇到现在的女网友 她便留了一个心眼 不轻易让女孩看见自己脸上的印记 女孩不仅热情奔发 还给小家带了礼物 这也让她有些不忍心 可为了有个孩子 小家还是将女孩带到家里 最终她被阿狗一棍子敲晕 他们将女孩关在柴房 就像当初关押小家一样 听着女孩每晚的惨叫声 小家主动求阿狗不要虐待她 等生了孩子便放女孩走 可换来的却是阿狗的一顿毒打 没办法小家只好从女孩这边入手 女孩让她跟自己联手 这样两人肯定就能跑出去 女孩让她想想自己曾经的生活 可无论她说什么 小家都只有一句话 便是自己只是想要个孩子 甚至说好朋友之间是要互相帮助的 女孩就应该帮她生个孩子出来 女孩责怪小家 不仅把她拐到这里 竟然还想要自己生下孩子 女孩宁愿死也不要受到这样的侮辱 可她的死并没有唤醒这家人的良知 阿狗趁夜色漆黑 直使小家与自己一起 将女孩草草埋了了时 自那以后 小家每晚都会做噩梦 梦里都是女孩来找自己索命 还有孩子掉进井里的画面 小家慌忙跑出去 却在井里看到 当初自己是如何被拐到这里 又是如何被虐待屈服的整个过程 这段记忆太过痛苦 当时的小家为了保护自己 大脑自动将这段记忆隐藏了起来 可女孩的死对她刺激太大 这才让小家把什么都想了起来 她决心要报复 于是提起斧头进入老太婆的房间 把她寒醒以后 毫不留情将其解决 惨叫声引来了阿狗 可没等她反抗 小家便手起俯卧 成功完成双杀成就 不巧的是 当初拐卖小家的女人 也在此时上面 她毫不犹豫一把将女人拉进来 随后又是一扶头 女人便永远倒下 小终于为自己报了仇 电影也到此结束 网聊有风险 见面需谨慎 你永远不知道屏幕对面的人 究竟是打着什么主意在和你交流 请仔细辨别 保护好自己